乐透没中奖的话没关系还有别的机会 业者推出年节呱呱乐 说什么中奖几率高达80% 哇一听你想说我总不会升得20吧 怎么样我都会升得80吧 PTT现在流传说 有版友跟其他的网友啾啾 大家一起花了三万块钱买了一本的呱呱乐 最大奖两千万 两千六百万说已经被刮到了 还说呢在台北市开出来的 不过呢目前为止台采说都没有接到中奖的任何消息 你刮奖了没 台采推出过年版的150万张的呱呱乐 唯一一个千万大奖可能在过年前被人刮走了 上PTT网站网友疯狂讨论 让人真羡慕 版上流传有台北市一名PTT乡名和朋友集资三万元 买了一本呱呱乐一共15张 结果投奖两千六百万被刮走了 30个人扣除税后一个人可以分到69万 目前我们是没有得到说这个已经有中奖的消息 就算叫最快知道也是要开工后了 对对对 就连台采也没接到中奖消息 就算民众有刮中也得等到银行开空去对讲才知道 所以怀疑是网络的恶作剧谣言 对民众来说中投奖还是有希望 目前25个百万元二奖也没有人刮中 我们扣税都是扣20%和千分之四的印花税 虽然这回年节特别推出的呱呱乐 中奖几率有80% 不过扣税也很高 局地最小奖3000元 扣掉20%的印花税 再扣掉一张成本售价2000块 最后奖金只剩388元 很多人抱怨奖金很少 根本是以大薄小 还是有人也愿意和财神爷赌运气 看看自己能不能成为千万得主的幸运儿 中天新闻综合报道